金钱与挚爱,你选择哪一个呢? 今天为大家带来恐怖故事,最后的献祭 莫莉是一个典型的城市女孩 可要命的是,因为债务问题 她们一家人搬到了乡下 丈夫和女儿的心情很放松 她们表示,在城市待久了 呼吸一下乡间的新鲜空气 有益于身心健康 可莫莉高兴不起来 她不喜欢土里土气的乡下 更不喜欢抱着动物到处乱走的邻居 可尴尬的是,邻居们偏偏很热情 莫莉一家刚搬来 她们就来帮莫莉装修房子 装完之后,还和宠物们一起在莫莉家吃饭 看着满地的动物,莫莉只好强颜欢笑 好不容易晚上安静下来 她又在家里发现了一只老鼠 她有点受不了,坐在沙发上偷偷地抹眼泪 丈夫安慰她,要往好的方面去想 一旦他们有钱了,就可以搬回城市住 面临丈夫随口的安慰 莫莉还是没有什么信心 她心烦意乱 拒绝了跟丈夫女儿一起出去遛狗的活动 心情虽差,但生活还是要继续 莫莉尝试接受自己在乡下的新生活 这天,她正在森林里跑步 忽然间,她看到邻居们带着宠物围在一块石头边 她好奇地走上前查看 只见 莫莉吓了一跳 这时,邻居也发现了她 莫莉惊慌地问他们怎么回事 邻居诡异地微笑了一下 开始给莫莉解释 原来,他们所处的这座乡镇是一座维京时代老村落的遗址 森林中的那块石头就是当年维京人的献祭石 据传说,只要在石头上系上动物或者是活人 就会获得好运 四年前,一名村民正巧在那块石头上射杀了他患有绝症的狗 而在第二天,那名村民就中了150万的彩票 自那件事开始,献祭石的秘密开始在村民间游走 每当有村民需要钱的时候 他们都会到石头上献祭 也正是这个原因,村民们才会这么喜欢养动物 听罢,莫莉觉得有点不可思议 但邻居继续神秘地表示 莫莉不能把这件事张扬出去 因为人性是贪婪的 如果过于依赖石头 石头将会在不知不觉间改变你 回到家之后 虽然半信半疑 但献祭石的故事在莫莉心中扎了根 抱着仪式的态度 莫莉跑到地下室 抓了一只老鼠 把他拿到石头上献祭 接着,莫莉去商店买彩票 他急不可耐地刮开结果 却失望地发现 奖是中了,但只有50块 他气冲冲地找到邻居 质问他们,是不是在耍他 但邻居表示 如果人人杀只老鼠就能中大奖 那镇里早就发财了 实际上,你杀的动物与你的关系 越亲近,得到了金钱 才会越多 回到家 莫莉思前想后 他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 他偷偷带走女儿最喜欢的狗 把他带到献祭石上 他拿出刀按住小狗 小狗乌咽着 虽然有点不忍心 但莫莉还是下了手 他赶到商店 又买了一张彩票 晚上莫莉焦急地等在电视机前 不一会儿 电视上开始播报中奖信息 随着号码球的不断滚出 莫莉越来越激动 数字一个接一个地 对上他手中的号码 可正当他以为稳操胜券的时候 后面的数字竟然变了 莫莉错过了五千万的大奖 只中了几千块 莫莉气急败坏 他再次找到邻居 他表示 他当时买这条狗花的钱 可比中奖赢来的钱多得多 但邻居只是问他 你爱这条狗吗 莫莉一时雨塞 他违心地回答 当然爱了 因为那是他女儿最喜欢的狗 邻居表示 献祭石给人的回报 是根据献祭者 与被献祭物之间的感情决定的 如果是女儿杀了这只狗 那他们家才真的可能中大奖 回到家 莫莉有点良心不安 他白白地杀了一条狗 结果却因为自己不够爱他 没能获得他想要的回报 看着焦急寻找狗狗的丈夫和女儿 他内心备受煎熬 他想告诉丈夫却难以启齿 于是他亲自把丈夫带到森林 说要给他看点东西 而在看到狗狗的尸体之后 丈夫大为震惊 莫莉也告诉了他真相 丈夫难以置信 莫莉解释自己是为了家庭的经济着想 但丈夫认为他疯了 两人争执起来 莫莉的头脑开始发热 她一把把丈夫摔在石头上 举起了刀 她竟然想拿丈夫献祭 但这时女儿忽然出现了 她偷偷地跟着父母来到了森林 她不敢相信母亲竟然会为了钱做这种事 她冲了过去 扑倒了莫莉 两人扭打在一起 莫莉一边掐着女儿的脖子 一边魔正般地表示自己很爱她 这时女儿摸到了一块石头 她大力地一砸 莫莉撞在石头上 晕了过去 丈夫此时也晕晕乎乎地站起来 她和女儿不敢相信地看着眼前的一切 时间来到几年之后 一栋大厦之内 一名记者正要采访一家金融公司的CEO 这家公司正是莫莉家的 但此时担任CEO的却是莫莉的女儿 据传闻 她不知从哪里获得了第一桶金 成功启动了公司 采访途中 记者表示对女儿的同情 因为几年前 她的母亲莫莉疯了 而在一年之后 她的父亲也忽然人间蒸发 女儿不自然地露出一个表情 故事结束 最后的献祭 是2020年挪威恐怖剧集 《血绿奇谈》中的一集 根据片中的设定和结尾的暗示 女儿最后很可能杀了父亲 获得了金钱 这不禁令人挤背发凉 由此 我们也可以看出莫莉一家的畸形 但这种畸形 不仅是来自人性的贪婪 也来自家庭成员之间 对爱的不平等付出 其实从片中的剧情来看 莫莉一家三口 对彼此的情感 是有高低之分的 其中最低的就是莫莉 因为她为了金钱 竟然能够这么轻易地舍弃至爱 这不禁令人怀疑 如果她真的杀了丈夫 她是否能够获得 她想象中的金钱呢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看到这里 咱们下期再见